二分类的数据人点 那么咱们进这个虚拟基底 我是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到了这个虚拟基底 因为我觉得这个无邦兔系统用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那么其实也是推荐大家去熟悉一下这个Linux系统 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在学校用的是Windows比较多的 那么以后如果说大家要从事一个深度学习 或者是一些图像识别计算机视觉 或者是资源处理跟这些人工智能挂钩的 通常情况下咱们是没有一个Windows操作环境的 咱们所有的环境都是Linux 要么是SantoS要么是Ubuntu这俩用的比较多 如果说大家是新手 我也是推荐大家用这个Ubuntu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这个Ubuntu系统跟Windows有什么区别 它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这样一个命令行 咱们的界面拾起来跟Windows差不多 还是可以点这个文件夹 还是可以右键新键写东西 咱们都可以用一个就是一个UI的操作 就是有这样一个命令的操作 咱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图表操作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先来看一下 咱们一会儿的数据是长什么样子的 好 首先咱们看这里呢 咱们这个文件夹一会儿慢慢解释 没咱们说到哪儿 咱们就说当前的一个问题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春文件夹 在这个春文件夹里 我准备好了很多数据 咱们先来看一下 边看我也给大家边记一下 咱们人脸数据是什么样的 它可能现在比较慢啊 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是个虚拟机啊 所以说打开的速度还是有些慢的 我们看这个人脸数据是什么样子啊 人脸数据它是不是一个光有人脸的 那么这批数据是怎么做出来呢 咱们来看 对于一个原始数据来说啊 是不是说它的原始数据不见得是一个光有人脸的 它可能是一个任何情况下的图像 比方说是一个生活账 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既包含一个人脸 又包含一个人身体照片 那么首先呢咱们对于正例样本 在这来写 对于正样本 咱们对于正样本来说啊 咱们要进行一个裁减的操作 一个裁减的操作 什么叫裁减呢 就是说看我们看在这个标注里吧 是不是说咱们指定了人脸的一个坐标啊 咱们就要根据标注的坐标 根据标注的坐标 把这个人脸啊给它裁减出来 裁减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个正样本的制作 可以说啊 正样本制作是非常简单的吧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图像找出来 然后呢给它裁一下 比方说我们可以用这个opencv这个操作 opencv opencv这个工具啊是非常方便的 咱们一会儿写代码呢 或者说是做预处理的时候啊 都是基于这个opencv 这里啊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opencv吧 其实呢它这里边包含了很多图像的操作 然后呢它是啊既有这个cr加的接口 也有python接口的 如果说大家熟悉这个python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python接口的 因为用python啊真的非常简单 只需要那么两行的代码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操作啊给它完成出来 可以使用opencv这个工具啊来完成制作数据源 制作啊不是制作数据源 制作人点数据吧 只需要一个裁剪 比方说把这些坐标输进去 然后呢把那个人点啊给它抠出来 这样咱们再给它保存下来就形成了 咱们这些的人点数据 我们可以看啊这个人点数据 它还是很纯净的吧 就是说一张图像当中呢 它是单独的就包含了一些人点 那么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呢 咱们来看翻到最上面 啊我们看这里 这里啊就是说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点数据啊 可能有些数据 它是两个人点挤在一块了 但是呢对于标注来说啊 它还是把这个两个人点标在一起了 那么对于这些数据来说啊 咱们就要小心一些了 因为它会对咱们最终的结果产生一些干扰 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的人点 所以说呢当咱们进行裁键完之后啊 咱们不能那么放心 就完全相信它就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数据 所以说呢咱们还需要啊 给它进行一个筛选 就是怎么筛选呢 你说写个脚本好像来说 写个脚本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有问题啊 所以说进行筛选啊 普遍来说还是咱们一个人工的操作啊 就是说你现在把数据裁键完了 不要还没完事 需要啊大致的从头到尾的看一遍 看一看呢这个数据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通常啊都需要检查一下 因为呢这个数据集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第一步数据源就做的不好 那么后面你的模型啊 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要检查一下 看一看数据有没有问题 看一看咱们检查的数据啊 是不是一个比较纯净的 现在来说啊 这个问题还并不是很大吧 只有极个别的一些 它是有两个人点的 其他数据来说啊 还都是比较好的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从原始数据当中 给大家检查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正样本 一个人点 那么副样本来说啊 副样本就有些麻烦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咱们还是记一下啊 人对于正样本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对于副样本 对于副样本来说啊 我需要给大家来画一画了 这里啊 咱们还需要上一堂美术课 给大家拿画图来表演一下 咱们的这个副样本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我们先看一下副样本长什么样吧 可以看啊 这里副样本它是什么 我们好像看不出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吧 那么你越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 越好这样 就是说副样本呢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 只要它不是人点 它是什么都可以 在这里呢 有一些很多乱把气槽的东西 其实呢 你先让我看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呢 咱们来画一下 这是一张原始的图像 我拿这个大框 哎呀 这个框画得太丑了 重画一下 我拿这个大框啊 给大家来表示一下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始的输入 比方说它是一个多大 咱们就不说了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 XXX 然后呢 点一个这批G文件 这里呢 它是不是给出来几个坐标啊 比方说X1 然后Y1 然后X2 然后Y2 咱们根据这个坐标 可以把这个人点给它裁出来吧 比方说这个人点 它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方框呢 它就是一个人点 这里边有一个人点 有个大线圈 然后呢 这块是一个X1 这块是一个Y1 这块是一个X2 这块呢 是一个Y2 那么对于这个人点啊 咱们可以很容易给它裁出来 那么非人点呢 咱们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同样还是这样的操作 咱们对于非人点 只要不是人点就可以了吧 我们在这儿框一个可以 在这儿框一个也可以 在这儿框一个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啊 那么这里呢 咱们需要指定一个指标 叫做IOU IOU的意思啊 就是说 Intersection of Union 它的意思啊 就是表达了 比方说 现在有两个框 这个是A框 A框是人点框 B框是一个 咱们一个不是人点的框 那么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个B框啊 我随机的选择出来这样一个框 它和A框的一个重叠的比例有多高 如果说 它跟咱们当前的人点重叠比率 是小于0.3的 比方说 它的一个IOU的值 是小于0.3的 咱们就认为 对于这个B框来说啊 它也不是一个人点 我们看 小于0.3 它通常情况下是等于0的吧 因为它都是跟这个A框 是没有任何接触的 那么假设说 我这块有个C框 这个C框啊 跟A框有一点重叠 那么重叠比例呢 大概是0.25 但它是小于0.3的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C框啊 也当成是一个非人点数据 给它取出来 也就是说呢 对于非人点数据制作啊 咱们是在原始的数据上 去随机的选很多很多框 比方说 咱们选了个B C 这里呢 咱们可以选甚至几十个 到上百个都是可以的 找出来随机啊 找出来很多的框 那这个框的大小 也都是可以随机进行变化的 然后呢 找出来这些框之后啊 这些框是不是也有个坐标啊 咱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坐标的值跟A框 就是咱们原始的人点框 进行一个比较吧 比较什么 就是比较这个IOU Intercession of Union 去看一下它们的重叠比例啊 如果说它们的重叠比例比较小 咱们认为这些B框啊 C框啊 甚至是D框啊 E框啊 它都是一个非人点的数据 那么如果说呢 这个IOU它是比较大的 假设说我随机一截 截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大于了0.3 那么大于0.3啊 咱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比方说 它是一个小于0.7 然后呢 再大于0.3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 这个数据啊 咱们就要给它去掉 咱们不要这个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呢 它重叠比例有点高 但是呢 又不是特别高 它既是一个人点 又不是一个人点 所以说呢 这批数据啊 咱们给它去掉掉 小1.3的 咱们让它去当成一个 非人点 我这个字也快写非了 那么咱们 咱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 非人点 咱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 已经也是可以找到了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 随机的裁剪 然后呢 把这些非人点找出来了 那么咱们现在想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说 咱当咱们进行人点检测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有些人点 咱们需要把这些问题啊 都考虑清楚 在咱们做数据员的时候 有些人点啊 它是一个正面的 有些人点是一个侧面的 有些人点呢 发生了一些遮蔽现象 有些人点啊 就是照的又不全 可能照的角度啊 光照强度啊 很多问题都会指得呢 咱们当前的一个数数据啊 它的人点不是那么直接 比方说 一些遮挡是最常见的现象了 那么对于这些现象来说 咱们在数据员上 能不能加上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呢 或者说 加上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咱们来看啊 既然来说 正常这是一个人点 那么可能这张人点照的时候啊 只照出来这样一些 就是说这张人点照的并不全 有一些遮蔽 前面可能有一个人 把这个人点 比方说是一个左上角直上了 右下角直上了 这些东西啊 都是经常发生的吧 所以说 在数据员里呢 咱们也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里啊 咱们就另外一个指标了 咱们对于正人 对于正列 对于正列制作啊 咱们不光可以去说 让它的一个 就是等于咱们正了八景的 那个四个坐标 就把X1 X2 X1 Y1 X2 Y2 把这个框截出来 咱们也可以做一些 其他操作 比如说 我就还是做一些随机的切剪 这一能 这个A框 还是咱们原始的一个人点坐标 那么对于这个B框来说呢 我截到了这个程度 有一次随机啊 随机出现这个B框 那么B框和A框之间的IOU啊 它可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0.8 虽然来说 它不是一个完整人点 但是呢 和完整人点啊 重叠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认为啊 对于这个B框来说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人点数据 也就是说 这回呢 只要IOU大于0.7的 咱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人点数据 拿出来 哎呀 怎么形成人非了 也是一个人点数据 为什么 为什么 咱们先思考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说 咱们不拿一个最原始 最正了八景的这个A框 而是说 我拿了一个B框 跟它重叠比率等于0.8的 我为什么不拿 跟它重叠比例等于0.9 不是 为什么不拿 跟它重叠比率等于1.0的呢 咱们来想啊 就是说 既然呢 咱们在实际的生活中 实际的测试图片当中啊 也可能发生一些遮蔽啊 或者是一些光照问题啊 照射角度问题 导致你这个人点照的是不全的 所以说呢 在数据当中 咱们也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咱们就把这些A发生遮蔽的 或者说发生照的不全数据啊 也拿出来再当成咱们的人点数据 这样呢 就能够让咱们的模型啊 有了这样一个思考 他就会知道啊 对于这些照着不全的数据 它其实也是一个人点 会使得咱们的一个模型 最终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所以说啊 当咱们在自作数据的时候 也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啊 因为数据源会对咱们最终的结果 产生非常非常大影响 所以说呢 在第一步啊 我就希望咱们大家 先把以后啊 做的工作都思考进来了 当然 就是说 大家可能第一次做的时候 哎呀 这些问题 我可能考虑不到啊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 不见得说 大家一遍训练模型 一遍制作数据源 就能够把咱们的一个目标啊 达到的非常高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这个东西啊 需要反复的做 比如说 我第一次做了一个人点检测 哎 发现了 它对于一些遮蔽现象 识别的不太好 那么第二次 我再做的时候 我就要考虑考虑 怎么样能够让它识别出来 一些遮蔽现象 人点不全的现象呢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想到 我在数据源上 加上一些人点不全的数据 是不是它也能够去识别到 这个东西了呢 那么咱们回过头来 再重新的去做一遍 也能够使得咱们最终的结果 会发生一些提高的效果的